嗨,我们是第四组,我们的成员有郑产娟,胡雪怡,卢语怡,刘木乔,潘苗苗和华叔叔,我是潘苗苗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观察方法是时间取样法 时间取样法是指在事先设定的时间阵格内 观察并记录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幼儿的行为中 目标行为的出现次数,持续时间,进以了解行为模式的一种方法 它通常适用于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行为 例如幼儿的欢笑行为,哭泣行为,还有它的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 所以我们的观察对象的行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所观察的行为必须经常出现,而且频率比较高 一般每15分钟不能低于一次 第二个是在被观察行为,它的被观察行为必须是外显的,容易被观察到的 所以它不是非常适用于内影性行为,因为出现比率最高的行为是持续时间短的行为 所以对持续时间短的行为最好也不要用时间取样法 因为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你记录的行为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短的行为的话 那你就是不知道它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它结束的时候你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如果你是要记录它的,有一些时间取样法是会记录它的时间的 比如说书上的87页的那张表格里,它就记录了行为出现的时间 如果这个时间出现的频率又高,但是它时间出现的短 这样子的话就不好记录它的时间 这样子的话最好就不要采用时间取样法 然后,时间取样法的特性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属于结构化的观察方法 所以我们在观察前要拟定详细的观察计划 制定清晰的观察程序和工具 用于观察和记录目标行为 这样获得的观察结果会比较有可信度 它的准确性也会比较高 第二点是节省资料搜查的时间 因为我们事先设计了观察表 所以在我们记录的时候 就可以根据表上面的各项数据 比如说它在前面规定了 规定了各项事件的定义 所以说我们在观察它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在对应的选顺上进行打勾 或者是标数字来记录这个行为发生的次数 或者是否发生 第三这个时间区安保可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行为样本 根据依据观察目的 第三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实施 第一步 我们要选择幼儿来作为观察对象 观察者既可以采用时间采样法来观察某一特征 幼儿的行为表现 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来观察多名幼儿组成的幼儿团体的行为表现 在这个具体观察操作中 我们可以根据目标来确定观察者的数量 比如说你要观察某一名个别幼儿的行为特征 比如说攻击性行为 那你就可以观察那一个幼儿 但是如果你要是观察一群幼儿 就是那个团体就是比如说小班的社会性行为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分 就可以 就是所以说时间采样法是可以 面对多名幼儿同时进行观察的 然后观察的对象要在采 观察者在采用时间采样法 对目标幼儿进行观察记录制成 要对幼儿的性命性别编号 年龄和观察日期基本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 这样子有利于今后整理 班级幼儿的成长资料 也为观察记录的分析提供背景信息 这一点的话是在所有的 就是在所有的观察法里面都是适用的 在前面的它是在前面的迅速性观察法里面 它也是适用的 在迅速性观察法里面 它也是需要记录幼儿的性命性别和观察日期 这些基本内容 第二点 记录客观事实 在记录客观事实的时候 要对那些所要观察的目标进行分类 比如说帕顿 在前面的事件取样法中 就根据幼儿在游戏中行为的社会参与性 将幼儿的游戏状态划分为六大类 分别是无所事事旁观单独游戏 平行游戏和联合游戏合作游戏 然后这种分类就符合上面的观察者 要遵循互素性和详尽性原则 然后做完分类以后 要进行下定义 下操作性定义 观察 确定观察指标 就是要对 比如说上面的帕顿的这六种行为 它就要进行下定义 比如说什么是无所事事 什么是旁观 就比如说这张表 它可以看一下这张表 这张表就是怕顿队一 观察的时长 观察记录之前 观察者还要根据观察目标和自身需要 确定观察 每次观察所要持续的时间 实际的长度 取决于目标行为 发生的频率 行为的持续时间和行为的复杂程度 第二点 时间 间隔 是指 时距与时间 时距之间的间隔的时间 时间长 间隔时间的长度 时距的长度 观察 更像 记录的细节 如果观察 记录的细节比较多 那这样的话 就是 观察者需要记录的时间 就比如说他低下头来写字干什么 这样子他的时间就比较长 所以这段时间里 他就是不能进行观察的 这就是其中的间隔时间 如果这些 比如说间隔 比如说观察时间 观察对象 还有细节比较多 这种 然后他就和间隔时间 成正相关的关系 观察数次数的多少 主要是取决于观察 多少才能获得有代表性的数据 就是当观察者对观察行为比较陌生 或者所观察的目标行为变化比较大时 观察次数需要增多 反之 当观察者对观察行为比较了解 或者所观察的目标变化比较小的时候 观察次数就可以适当的减少 第四点 设计观察记录表 它的主要的制作要求是需要简单 清楚和直观 观察者在采用时间取样法对目标幼儿进行观察时 要预先设计根据观察的目标和需求设计观察记录表 在观察记录表中观察者需要对观察地点观察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观察者的基本信息记录以外 还要对行为类别各时长征目标行为出现的次数 和目标行为持续的时间等进行记录 观察者所制定的观察记录表 需要具有简单清楚和直观的特点 并要考虑到自己的时间和能力 可以参考帕顿设计的观察量表 这个量表在之后的之后也比较使用的比较广泛 这就是帕顿的那个观察记录表 它这个记录表是在观察的时候 在规定时间内对每个幼儿进行观察一分钟 根据操作定义判断每个幼儿从事的活动类型 填入表格中 帕顿通过对观察资料的分析发现 它正是它之后的数据 然后它就可以分析出来幼儿的社会行为 随年龄的增加而出现顺序 即较小的幼儿最初选择单独行为 随着年龄增大会逐渐有合作性的增加 然后第五点 统一记录形式 为了方便观察者可以快速的准确的记录 所以说会规定一下 他们会使用统一的编码或者符号进行标注 比如说你在前面的这个表格里边 如果一个幼儿 比如说一变号一幼儿出现了 在特定的时间内出现了单独游戏的行为 那就在单独游戏这里打个勾 如果三号行为在这个时间内出现了 出现了旁观行为 就在旁观这里打个勾 这样子就可以大大减少观察者所需要的时间 然后还有一种是技术法 技术法的话就是比如说 如果在特定的时间内幼儿出现了某种情况 就比如说在上面 就比如说是在一分钟以内 就是同样的时间 比如说九点钟到九点零一的情况中 它出现了两次单独游戏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写个 就是在这个地方写个二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比较清晰的 知道幼儿在具体的时间内进行了几次 出现了几次目标行为 然后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添加备注 因为在观察记录表里 一般都是以打勾打叉这种相对统一的编号来进行标注的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间取样法的表格里边的文字信息是比较少的 就是内容不详尽 如果你觉得他这个行为 就是如果幼儿出现了某些行为 你觉得是对这个结果是有影响的话 那你可以添加必要的备注 做完 记录完客观事实以后 我们可以分析 分析幼儿的行为表现 观察者在采用时间取样法 对幼儿的目标行为进行详细观察和记录之后 还要对幼儿的行为表现 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由于时间取样法可以短时间内收集大量资料 所以观察者可以根据记录的数据分析 了解幼儿目标行为出现的频率 持续的时间和幼儿行为表现中的存在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下面那个天天的注意力观察 记录表为例 观察者可以通过时间取样法的记录结果分析 天天在活动中各个行为出现的次数和联系 从而推断天天的注意力 同时观察者也可以根据观察到的具体情况和细节 对天天的注意力水平进行分析 接下来这个表就是天天的观察记录表 这个观察记录表主要是 主要是有天天的行为表现 还有各个时间段 我们从这个表里可以看出观察者是每五分钟对天天进行了观察 对他的各项行为进行了观察 并记录了天天的在这段时间内的行为 但是他的行为 他的记录方式是打勾打差这种方式 所以说从这个表里面我们最多只能得出他在比如说35到40分钟内他举过手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能看出来这个表里边 就是我们看不出来这个表里他比如说他举手举了几次 他做做发出声音发出了几次 我们是看不出来这个频率的 然后第四点 评价幼儿行为并提出建议 观察者在采用时间取样法对幼儿的目标行为进行分析之后 还需要对幼儿的行为表现进行评价 并为以后的教学工作提出更有针对的措施和建议 跟描述分析法比较相似 在对幼儿的行为进行评价后 观察者可以依据幼儿发展理论及相关知识 对目标幼儿阶段的发展状况与发展常规模式进行对比 并根据目标幼儿的具体问题提供适当的帮助 在这里我们根据之前讲的四个步骤 对一个对书上的一个就是书上的有一个表格 对这几个几个步骤进行了一个整合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第88页到89页的这个记录表 然后我做了一个我做了一个样表 做了一个时间观察记录表的样表 就是第一个是所有的观察记录表 基本上都会涉及到的被观察者的姓名 性别编号年龄和观察日期和观察者姓名 这个是被观察行为的分类 就比如说刚才的无所事是 长官读游戏提行联合游戏合作行为 这个分类是在前面的事件取样法中 也是有同样的分类情况的 然后操作性行为操作性定义 操作性定义就是对前面的那个分类进行讲解 这个在前面的事件取样法中也是 同样是有相同的相同的部分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记录表 记录表的话和前面的事件取样法之间的 特别就是事件取样法是以一个 是以各个事件为一个单位 但是时间取样法是像上面这样子 时间取样法是以时间为单位 看这段时间内是否有出现以下行为 所以说它的 它主要是以时间 就是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有特定的时间 然后还要加上它的 然后根据记录表可以分析 分析该语文的各项行为所表现出来的 表现出来的意义 然后继续评价建议 这就是书上的那个一一游玩游戏观察记录表 然后时间取样法的优点 我们可以在观察前 明确定义行为可以提高取得资料的可信度 所以这个优点的前提是明确观察的内容和时间 还要时间设计好编码系统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减少观察者判断和推论的时间 如果在观察前没有做好相应的定义 就是如果你的定义不清晰 然后没有设计好编码 或者说你在之后设计的时候 没有按照编码来进行填写 比如说无所事事行为什么的行为 就是你只是写文字的话 这样子就会加大观察者的工作量 我们可以同时用这个可以同时观察多名幼儿 可以使研究者进行大样本的研究 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信息 容易取得有代表性的行为样本 克服传统观点 传统的观传方法 只适用于个别或者少量样本被续的局限定 然后我们观察同时观察多名幼儿的时候 可以运用扫描式的观察方法 观察幼儿 就是在扫描式时间观察方法 就是指在固定的时间段里 对幼儿依次进行轮流观察 轮流观察就是教师 比如说这边有一群小朋友 在同时玩一个 比如说在建构区玩游戏 然后老师就可以扫式过去 快速判断 如果老师有比较 就是可以快速判断的话 那就是可以对多名幼儿同时进行观察 然后可以针对同一名幼儿的特定行为 可以进行多数的观察 然后为了追求 物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观察者会对目标幼儿进行观察 重复的观察 就是一张 就是可以根据不同时间段 比如说今天是一号 明天是二号 三号 这样子 就是不同的时间 就是不同日期 不同日期的时 然后你可以对这名幼儿进行观察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大量的数据 而且这些数据是有变化性的 就是如果教师参与 就是有干预的话 他的这个数据就是会出现变化性 这是一般他的数据是稳定的 可以看出就是教师不可以 不能因为一名幼儿的某一天的行为 就判定这个幼儿 比如说他今天的攻击性行为比较多 然后你就说他这是一位 这是一个 就非常高攻击性的一个幼儿 所以说你是要 就是要从 主要是观察时间 观察了时间的传染 就可以改变 对这个幼儿的评价 第四点 有助于观察记录 发生频率比较高的行为 时间起样法的 又特点主要是指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 特定的时间内 对幼儿进行观察 如果这个 就是这个观察时间一般不 不能多于15分钟 所以我们要保证 保证这个时间的长 就是发生的频率的高 必须要高 然后这个方 这时间取样法的 比较就是方式一行 它的设备比较简单 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些高端设备的话 普通的教师可以用表进行测 比如说测量计算 可以计算 某是 目标行为 持续的时间 然后对观察记录者的培训也比较简单 这个 这个时间取样法就是 就是对对观察者的要求不是很高 就是观察者可以很快掌握 这个表的表应该如何运用 第六点能对观察内容 观察过程进行比较有效的控制 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观察目的比较明确 然后又具体这样子观察的内容和内容就比较明确 然后就不会被其他的行为干扰 观察的过程也比较清晰 然后我要讲的是它的足足 第一点 观察准备工作比较耗 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然后第二点 通过观察所得的记录资料 仅能获得 或行为 发生的证据或评计 无法解决 发生的选择过程 实行取样法 无法 实行取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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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所记录的 是真正的评计 第三点 只能观察到目标行为的外写 目标而同的外写行为 无法 发生 然后 发生频率低的行为 第五点 第五点 实行取样法 不能准确地估计 行为发生的频率 我来讲一下它的第一点 观察 准备工作 耗费时间 时间比较多 比如说 实行取样法 只适用于 经常发生 或者出现的行为 频率来说 这些行为 至少要每15个月 出现一次 如果在实际观察前 研究者不能 肯定多长时间 可以观察到 观察到预定行为 那就必须花一些很大的时间 深入去发 去实际 进行初步的观察 并确定所要观察的行为 和事实 经常发生或出现 以及影响 这些行为出现 或者发生了个人 或者情景的因素 主要是 我们不能确定 那个行为 你要确定那个行为 究竟是多久 可以发生一次 多久一定会发生一次 这个时间比较 耗费的比较多 然后再讲下第五点 时间取样法 不能准确地估计 行为发生的频率 比如说 当取样间隔时间 很短的时候 比如说五秒 而行为的持续时间 又比较长时 时间取样法 几乎 总是高估行为 发生的频率 当行为的平均 持续时间很短 发生者在记录过程中 会丢失数据 因此对行为的频率 的估计又会偏低 也就是说 当行为平均 持续时间很短的时候 听得见没 听得见没 也就是说 当行为平均 持续时间很短 也就是说 他比如说 非常长阵的某些行为 持续时间很短 就是说 观察者无法知道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然后如果观察者的 注意力不是很其中的时候 然后这个持续时间 很短的这个行为 又会马上就停止 然后就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观察者 漏掉了这个行为 发生的次数 就是它的次数变少 要不就是 它记录这个行为 出现的时间比较少 这样子就会对 就会对行为的频率 估计就会比较偏低 在时间提案法中 对事件 也就是持续时间很短的 行为的估计 就是它的误差是最大的 然后 时间提案法非常 节约时间和精力 因为它预先 规定了所要观察的 时间和内容 这样观察者就能在短时间内 收集到大量资料 特别是需要对疫情 幼儿进行观察时 但是时间取案法 只能观察那些发生频率 比较高的外写行为和事件 然后对一些频率发生低的行为 就不能用时间取案法 进行观察 所以 然后由于时间取案 只记录产生的行为的频率 资料 不能记录行为和行为产生 情绪的详细 细息 以及行为的变化 所以如果要研究这 更为详细的内容 就必须和 技术法的方法结合 我们可以 看下 书上的 特号 特号 90页的那个 案例5-4 案例5-4 它就是对小 小张 小朋友 的 午睡 起床 然后穿衣服的 细续变化 进行了观察 我们可以看出 前段这一列是 时间 这段时间就是 结合了时间取案法 然后后边 这个 后边 它的这些 迅速 情况 都是以文字形式描述 这就是 与 迅速性 表 迅速性观察 相结合 就是说 这种行为 如果 比如说 听到 起床音乐后 它慢慢爬起来 拿起裤子 尝试把两只脚都伸进 裤管 但没有成功 这种事情是在 如果单单是用 时间取样法的话 是 非常困难 就是 就是很难 把这个事件 很难把这个事件上 就是 解释出来 但是这个方法 就可以 这时间取样法和 叙述方法的相结合 我们可以了解 幼儿是否 发生目标的行为 和行为产生的次数 可以了解 产生的 背景信息和行为变化 以及深入分析 产生的原因 例如 幼儿 幼儿没有穿上 衣裤 他就生气 大哭 体系 剧烈 最终用 打鼓的方式 获得 教师帮助 反思用 教师的行为 在今后 幼儿发脾气时 要 适当对其 冷处理 避免 其把发脾气 作为依赖手段 同时 平时 幼儿创设游戏化的 练习行为机会 在 穿衣服的时候 要 使 幼儿穿衣 速度慢 穿衣 效果不佳 都及时 给予鼓励 树立幼儿 养成 自理行为 自理能力的信心 然后 虽然说 虽然说 时间取养法 和叙述的方法 相结合 我们可以 得出 比如说 这个 小张 小张 小朋友 我们可以 夺出小张 小朋友 发现 发生 行为的 前因后果 但是 这种 相结合的 想法 我觉得它 信息量 比较大 然后 比较难整合 我觉得它 不是很 适用于 适用于 大 大规模 就是 大量 幼儿 或者是 或者是 某个幼儿的 长期观察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 讲课结束 我 我 谢谢观看